Bidiya Nanda 大家好 我是风琪 今天来跟大家 就是聊聊 就是做祭祀这件事情 就是跟神连结的这个过程 我其实在接触这个 西亚南达大师的这个 将近两年的时间 我真的感受到很强烈的 这种跟神连结的这种 超过我想象的这种神奇 还有就是那种愉悦的生命力 我觉得在我一开始 对于祭祀这件事情 我是抱持着这种叫做尝试 然后甚至只是一种 简单就是只是简单的感恩 然后回馈啊 所以我就去做供奉啊 做Puja 然后其实经历了一个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历程 大概将近半年多的时间 我才决定呢 就是好好的做Puja 所以我早上呢 开始做Puja的时候 我刚开始呢 还会有一种偷懒的心态 就是能够做短版的 我绝对不会做长版 然后能够简单一点 供奉的内容 我绝对不会把它弄得很复杂 其实我有这样的历程 我想跟大家分享 也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历程 一个心态 在进行这件事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其实最主要的也想让大家了解 就是对于祭祀 对于供奉 或者对于做Puja这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神圣的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想如果从早上做Puja这件事情来讲 早上起来 静完圣之后 开始静下来 跟师父连结 跟Shiva连结 跟女神连结 甚至跟相神连结 还有跟你所有你想要连结的这些神 跟他们连结 你会感觉到 他们真的就在你生命当中 在你的身边 然后在你的灵魂深处 跟你做连结 然后有时候呢 就是早上 你可能有一些事情想要去处理 或者你有些事情想要做决定 然后透过这个Puja 你会感觉到 你好像真的打开 跟宇宙的那种WiFi机 那个网络就连上了 然后你突然会有灵机移动 会有一种感受出现 甚至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画面 然后好像就是来告诉你说 接下来就怎么做就对了 或者是根本不需要去担心这个 我有一次要出门 然后师父说 你不需要做准备 甚至他跟你说 你不用担心 你出去就会遇到 就是可以帮助你的人 或者你现在什么都不需要想 然后甚至我还遇过就是 他告诉我这一次要出门 你们会经历一个叫做 就是相依为命 真的就是在过程里面 我们遇到很多的挑战 真的就是相依为命 就是上次我们有四个人去印度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Puja之后呢 其实我常常就是会接到 就是之前是王林老师 然后就跟我说 你要不要做哪一个神的供奉 哪一个神的祭祀 甚至做台秤等等 那其实也不是因为我说我金钱很充裕 而是很奇特就是只要我有意愿要做这件事 好像就会有一些刚好发生的一个进账 或者是刚好会有一个很简单就可以供奉的一个数字 比如说水洗啊 或者是好像最近有很多22块美金的这些祭祀 就是会唱送你的名字跟你家人的名字的祝福 那这个部分我就觉得非常轻松就可以做 那为什么要放弃呢 我觉得跟沈莲姐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我就是很开心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就这样子一路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我做了多少pucha 就是不知道做了多少祭祀 总之我也觉得不需要算 然后就这样子一路到现在 大概两年快两年的时间 然后最近呢又有这样的机会呢 来跟大家分享做祭祀 然后在课程里面 我就负责就是如果有祭祀方面的服务 那我就来帮大家服务 然后也有很多志愿者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也跟很多志愿者分享说 如果你还有金钱上的咖店 或者你对于显化金钱这件事情 人生富足这件事情 你还有一些不圆满的部分 那更适合来做这一组的服务 因为你所接触的正式跟神的连结 然后为神来服务 为神来做事 我觉得基本上你就是完完全全的感受到这种神性 他所要代表的是什么 他绝对不是在跟你谈钱 他在跟你谈的是一个臣服 他在跟你谈的是你愿意 都在跟你谈的虚拟